各位網友大家好 在開始前,先祝大家新一年時事順利 身體健康,出入平安 如果未訂閱的朋友,歡迎免費訂閱、留言、like和share 最新開幕的鐘,方便的話頂頂廣告 今天是大連初二車公彈 新界鄉議局主席劉業強 按照習俗為香港求簽,求得一支15號中簽 簽文由此寫 同去年的威威不示威,看上去都是中簽 但實情是下簽 求簽期間發生了一段小插曲 劉業強四次求簽都未能成功 每次都跌多過一支出來 最多那次還跌了一堆出來 如果下一年他還有機會再去 特區政府一定要做定練習 最後要有秒足提示 他三季九購後才能成功求到 有解簽師傅表示 求簽期間跌簽已經是不好的意圖 反映求簽者心神不定 沒有人求簽求到這樣 可能壓力大,怕求錯 對香港未必是好 他指如果求簽者心中不定 怕就會跌完 一般都要做三季九購 目的是幫助求簽者安定心神 還有哈六就是主持人 叫錯了劉業強的名字 做劉王法 其實那四句簽文不是難解 但劉業強自己解作 要政府盡快為樓市設立 舉辦多些盛事 再立23條 那香港就搞定了 那麼曲解簽文的話都說得出 我怕車工下一年不想再見到你 字面解就是在未得知時 拿著斧頭進去山林 將幼樹劈掉 讓他們無法生長成有用的木材 自己浪費氣力 得勿無所用之餘 兼破壞生態 最後那句就是獻君留住代春林 今時今日還有沒得勸 如果沒得勸就變成下簽 簽文的第一句是出自孟子梁慧王 都是談論關於自覺 真是句句都設合現在的意境 另外現在車工廟都出現了一個問題 就是求簽容易解簽難 雜誌寫去訪問一名78歲的黃師傅 在車工廟已經擺了20多年 他說家在附近 在車工廟跟人解簽 只是求有些世藝做下 講到2024年的運程 黃師傅不加思索就說 好像美師請到來都不下場 騙你的 所以說今年好都是騙你的 總括來說都是一般 何國榮都燒炭 你想想香港什麼環境 但話風一串 師傅立即補充一句 我說香港什麼環境 我不是說他不好 你千萬不要搞錯 有什麼事警察會來找我 待會我說這些話 說香港不好 他說現時連解簽都要搞得小心 有什麼事問你怎麼說 只可以唱好香港 講國家安全 基本法一帶一路好 只可以講好些 如果不是有什麼問題 就來找你麻煩 他說香港運程屬於政治 叫記者不要問 只是回覆一句 祖國好香港好 他說都有客人會問香港運程 但他們多數都不會回應 你問這些話 我怎麼回答你 有什麼事他走出去外面 分分鐘唱衰香港 所以不講得笑 只可以唱好香港 香港越來越好 國家繁榮 一關到政治 大陸問題 香港問題 我們就不講 講出來 不要說你 我也不行 阿伯說話 似乎有些沉氣 和荒謬 但如果他接受媒體訪問 而他說的內容 真是政治不正確 以今時今日的食環處 收回他的牌 這些有什麼做不出 另外富瑞發表報告 指與施永青談論過樓市之後 對方的編號順序是住宅 零售和辦公室 和距離行早前發表的報告相呼應 施永青認為物業價值 反映出一個城市的經濟產出 內地宏觀經濟存在不確定性 以及地緣政治緊張 阻礙了香港的作用 並且已經在樓價上反映 不過香港仍處於有利位置 可以在中國和世界之間 促進貿易和金融 還有多少功能 大家自己想想 至於住宅方面 他說不能從宏觀阻力倖免 但有剛性需求及新移民帶來更好的支持 並預期樓價從高位回調30%左右 在上星期五公佈的樓價 指數樓價由高位回落24% 如果以他這樣說 還有6%跌幅 他認為政府仍然有政策工具 例如取消壓抑需求措施 包括豪宅投資移民計劃 放寬壓力測試要求 允許強積金用於支付樓價首期 同時付稅下調四大發展商的目標價 包括新地、恆地、長實新世界 另外香港大學科斯產業研究中心主任 周廣榮接受《香港經濟時報》訪問 他說利淡因素仍主動農連樓市 中小型單位樓價跌幅 會高於豪宅樓價跌幅 他預期今年樓市繼續下跌 因高息環境未能改變 而經濟復甦緩慢 令一般市民的置業意欲低 他認為中小型住宅樓價跌幅大約10% 而納米樓跌幅超過10% 而豪宅成交量持續低迷 因為買家不多 業主未必願意低價出售 樓價相應跌得少 預計豪宅跌幅低於10% 市場普遍預期 美國有機會減息 預料對樓市有正面作用 不過周廣榮對減息效應期望不大 甚至認為減息後再重新加息 他分析美國有機會在年中減息 因為經濟不算太好 而且趁著總統大選前刺激經濟 加上通脹升幅減慢 值此可以減一減息 他預期在年中後 美國減息兩至三次 但到年底有機會重新加息 因為美國正和中國脫鉤 其他產地進口的貨價較高 令通脹難以壓低 但重新加息幅度暫爛估計 在未來數年 息口會徘徊3至4厘 期間不時減息和加息 如果香港跟隨美國減息 減幅要多少才對樓市起作用 他表示本港不會跟隨美國減息 如果美國減息三次 累計減0.75厘 香港減息半厘 現時租金回報介乎2至3厘 本港按揭利率至少要減2厘 低於租金回報率才能吸引買家入市 但這個減息幅度在農年難以達到 對樓市影響有限 至於外價現時不斷要求政府全面撤立 如果政府撤立是可以刺激成交 但樓價不會回升 因為需求仍然疲弱 如果撤了樓價還未有起息 業主會信心動搖 減價放售單位 成交增加但樓價下調 至於新盤方面 發展商會加快減價推盤 因為手頭上的貨多 而資金成本都不輕 如果新盤減價會令樓市再跌 最後補充這些只是籠統的看法 還要視乎其他不確定因素變化而定 好似內地的經濟和香港的經濟 一旦經濟轉差 縱使失業率不高 但工資升幅有限 都會影響置業的意欲 另外前財政司司長曾俊華 在社交平台發文 他說他都有入場看賣物國際場波 還要和曾蔭權一齊 最後主辦單位決定退一半票價給大家 他認為至少會令失望球迷不濟氣 但不能目睹美斯落場獻記的遺憾 沒辦法彌補 他說本來就是大家非常支持和喜歡的盛事 但在虛聲下收場 還要演變成國際事件 好事變壞事 為何好像近年屢見不鮮 不過如果動動就將事件提升至政治層面 那就無可避免一定會影響香港在國際間的名聲 這方面我們要留意 曾俊華也是出來抄一下水 現在連我們的特首都被人制裁 還說什麼國際聲譽呢? 今天就講到這裡 如果未訂閱的朋友 歡迎免費訂閱、留言、like和share 雙方便的話 頂鼎廣告 2017年